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用 很快就捞出来了 我先把这个香菇把它切详细 放一点沙气就特别的香 还有一点沙米红角 你先把这个肉捞出来再清洗一遍 捞出来啊? 用那个漏勺来捞 好啊 现在就把这个肉捞上来 滴干水 再过一下油 可以了 稍微拖一下油就更好吃 哇 你看 什么好吃 这个是上次粉丝送的 给你吃的 小妹妹也好吃 嗯 嗯 真的很好吃 这什么东西啊 零食吧 嗯 哇 这个肉 这个龟 是用什么味的 表哥 喂鱼啊 喂鱼的 这个荷叶已经蒸泡好了 我就放上这里 一个盆子里来 先把这个肉先调香 蚝油 肉酒 酱油 再放点盐 已经拌好了 拌好了 就倒上来了 现在就把这个荷叶封好 就可以放上去蒸了 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小肉加大一点 好 可以了蒸了 蒸了 这么久了 好香啊 刚打开的闻到香味了 好香啊 好香啊 香噴噴的 再撒点葱花 可以呗 可以 这个就是今天 做的鳄鱼龟了 来小肉你试一下 试一下 很不够啊 这个肉很嫩 这个可以美容亚烟的 因为它里面含量的 这个盐浇蛋白挺高的 所以等一下要拿一点回去给鱼龟吃 教人办法 还是小肉比我穿越多了 喜欢酒妹的视频 继续关注 我们上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想了解酒妹最新鲜的鱼肉厂 请点击右下方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关注巧妇酒妹 好